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周的桃园美食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台湾的超人气美食 古早味地瓜饼 又软又Q的饼皮 香醇浓郁的花生内馅 搭配外国的花生糖粉 一口下去是三重美味的叠加 口感丰富,让人百吃不厌 准备黄心地瓜一个 去皮后的重量是480克 去皮洗干净后切成薄片 然后放入蒸锅,蒸至软辣 等待时间我们来处理一下花生 准备烤熟的花生200克左右 加入白糖50克 甜度可能个人喜好做调整 用料理机打成花生粉备用 个人感觉保留一点花生的颗粒感 口感更香 然后取出80克作为花生线 其余的用作外裹的部分 想吃流心口感的可加入软化的黄油50克 搅拌均匀,放入冰箱冷藏备用 这个时候地瓜也蒸好了 出锅后趁热倒成泥 然后分次加入糯米粉85克 玉米淀粉25克 分次少量的添加才能更好地掌握面团的软硬度 大家在做的时候可以根据地瓜的实际吸水性来调整粉类的用量 调拌到棉絮状后下手揉成团 移到案板上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中等大小的可以做12个 每个大概在50克左右 取个剂子先搓圆 然后捏出中间厚四边烧饱的小碗的形状 这样更有利于包制 加入一汤匙馅料 用糊口慢慢收拢 然后稍加按扁成饼状即可 如果家里有这种中空的圆形模具 就可以把包好的生胚放入模具中 轻轻按压一下就出来一个饼的形状 用模具压出来的形状更规整一些 没有的也没有关系 家常做法更注重的是味道 同样的方法继续将剩余的都做完 锅热以后加入少许的油 根据锅的大小下入适量的生胚 加盖小火慢烙 差不多四五分钟烙至底部微黄上色 发面 加盖继续烙至另外一面 烙至两面都金黄酥脆 饼皮轻轻按压会回弹 就表明内部已经熟透了 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后趁热裹上一层花生粉 就可以美美的上桌了 这道做法简单又超级美味的古早味地瓜饼 你们一定要学起来 趁热吃饼皮外酥里糯 一口下去有地瓜的清甜 花生的香脆 混合内裹着的流星花生碎 口感层次丰富 软糯不粘牙 甜而不腻 每一口都让人超级满足 趁热吃是最好的味道 喜欢吃地瓜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道美味 如果喜欢今天的分享 记得给我点赞 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老周 我们下周再见